我是曲子 來自湖北 平時喜歡做菜 今天我來做壹道家鄉特色菜 扇魚二回頭 首先去除肋臟的扇魚 洗淨後瀝乾 剪成約5厘米長的小段 接下來把薑 蒜 乾辣椒切成末待用 然後扇魚表面撒些許森粉抹勻 再放入蒸柔米粉 將末 鹽 胡椒粉和料酒抓勻 醃製約15分鐘 將醃製好的扇魚放入蒸籠中 用大火蒸約8分鐘 接著熱鍋起豬油 油要燒燙壹些 放入蒜魚 炸至表面微黃後 撈出 扇魚燒冷卻後 再回鍋炸壹吃 放些花椒 乾辣椒 炸至黃亮 撈出瀝油 盛盤 然後調製醬汁 混合生抽 糖 醋 薑末 蒜 泥 生粉 再加些高湯 攪拌均勻 接下來 醬汁倒入鍋中 再倒些豬油 小火煮沸 最後 將調製好的醬料 淋在扇魚上 撒蔥末 芝麻 這樣 一道外酥裡 弄的蒜魚二回頭 小鼠季節的蒜魚是最肥美的 今天我們做的這道菜是先蒸後炸 兩頭微微翹起 由此得名二回頭 做這道菜的時候 如果你家裡的鍋子夠大 可以先整段蒸 然後再切小段 蒸肉米粉在我們家是常用的一種食材 它實際上就是用米磨成的粉 有粗有細的 我們今天使用的是比較粗的一種 它吃起來感覺會更酥脆